現在我們要上的東西叫礦物 第一句話是廢話 但是老師就要被考過 岩石是由礦物組成 有人會問夏列師喝的證券 礦物由岩石組成錯 岩石由礦物組成 簡單的一句廢話 但是還是會有人會問 多數的岩石是有很多礦物 我要你背的 花乾也有什麼 常石、石英跟雲母 那少數岩石只有很少的一種的 比如說我要你背的 石和岩石由方解石構成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想法 看看就可以了 也沒什麼關係 就是把我前面讓你背的背好就好了 八年誰做的 石和岩誰做的 那我前面讓你背過 那這個東西現在也不會考 這東西現在也不會考 就是問你誰下列何者是礦物 下列何者不是礦物 礦物呢 三句話 一天然 二無積 三固態 老師說過 地科不喜歡教人造的 都教的都是天然的 無積 無積 地科用的有積跟無積 是古時候的定義 舊的定義 來 古時候 什麼叫有積 什麼叫無積 古時候 15號 古時候 什麼叫有積 什麼叫無積 古時候 不是現在 古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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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生物跟古時生物 有積 快點 我要 你坐下 坐下 古時候 古時候 有積跟無積 是來自生物 跟來自無生物 謝謝 來自生物的叫有積 來自無生物叫無積 所以都是來自無生物 跟生物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通常是固態 好 我本來算了 我這樣不要 我還是問好了 請問你 現在怎麼分有積還是無積 現在 現在怎麼分有積還是無積 我是榮藥 我是重金石 二六 二六 有沒有碳 有沒有 不對 有碳叫有積 沒碳叫無積 停 但是有例外 我最 我講過四個例外 你最多講三個例外 誰 一氧化那 二氧化那 二氧化那 青氧化那 把布勒 青氧化那 還有碳 蛤 碳酸原 請坐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碳酸還在一個氫化物 叫做無積 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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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好講的 精子 他會帶一下 有一定的化學組成 跟物理性質 不過他的組成 不像我們學的化學物那樣子 那麼固定 他可能這一串呢 這個部分可以用那 或改成假 都各位同一類 OK 這個細節不理他了 重點是 如果還有人問你 誰是礦物 誰不是礦物 三個重點 一天然 二無積 三不碳 五無積就是來祝福生物 所以 大自然的 都是 固體那都是礦物 這些都是 什麼瑪瑩啊 什麼東西之類的 但在那邊寫著 鹽巴跟冰塊要注意 要注意 到後來跟你說 液態或現在就不是 所以石油跟天然氣是岩石 可是石油跟天然氣不是由礦物組成的 因為石油是液體 天然氣是氣體 不是 那只有水銀是例外 因為他們是我們所學過 常溫常壓像 唯一的 液態 金屬元素 停車 戰界問 我們學過的唯一的液態非金屬元素 我們 唯一學的液態非金屬元素是誰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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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那是誰啊 除著 除著 再說一次 狗是金屬水魚 秀 唯一的液態非金屬是秀 唯一液態金屬是狗 大家跟你講 那冰塊 南極冰山的冰塊是 礦物 你們家冰山的冰塊 不是礦物 海邊天然產生的鹽巴 礦物 你們在超市買的鹽巴 不是礦物 人造的就不算 人造的就不算 有生物過程就不算 我們爭執就不算 少數專家有什麼生物成礦作用 那種偉大的學問 活動之一律 不管 我們就是要無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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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一個是很複雜的 因為很複雜 所以國中就變得很簡單 通常是金質 金質就是有一定的排列方式 這六大金系一大堆 完全不會 所以國中就只告訴你 有一定排列方式叫金質 沒有一定排列方式叫非金質 好結束 通通不講 通通不講 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所教的內容 OK